捐血车上满满都是捐血民众 车子外面也有民众排队等待捐血 这是万华区饭店业者 与蒙甲服饰商圈促进会等单位 举办的捐血活动 民众只要前来捐血 就送出两人同心 一人免费的资助餐券 吸引民众前来捐血 市议员郭昭炎也特别到场支持 其实就是商圈跟我们的在地里的领长 他们都很热心 然后每一年都有举办这样的一个捐血的活动 因为真的是捐血真的是救人 因为现在缺血还是蛮严重的 所以发起这个活动 而且是定期的 然后能够让我们周边的三家 还有我们来往的游客参与真的很棒 那今年很感谢凯达 因为凯达是我们在地的饭店 那他们除了饭店经营非常好之外 也非常的热心公益 那今天凯达也真的热情赞助这样的一个两人同心 一人免费的支出沾卷 那也吸引更多的人一起来 鼓励更多的人来捐血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 我觉得捐血这个活动非常的好 然后来这边的大家也都非常的棒这样子 然后可以来这边捐血做公益 然后接着又来这边捐完血之后 又可以在服饰商圈里面走走逛逛 然后也出境了 也让各位认识了服饰商圈的一些服装 从上到下 一直以来我们商圈办活动 其实周边的店家都很支持 然后尤其是一些比较公司 像我们的凯达饭店 他也很全力的支持我们这一次的捐血礼品 然后也连续了两年都有参与了我们的捐血的活动 然后每次只要是他们 他们只要一出手 其实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凯达的餐券这样子 其实我们已经连续四年 然后每三个月捐血一次的这种活动 然后其实每次大概落在一百多代的话 其实已经破千了 然后如果以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角度的话 可以帮助到这一千个人 甚至说一千个生命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我们会一直持续下去 然后也会希望大家可以一直来一起响应 我们这个活动 然后有需要的话也欢迎随时跟我们联络这样子 万华在地知名饭店推出的自助餐 相当受到消费者好评 因此饭店业者透过捐血送优惠餐券的活动 以实际行动投入公益关怀 号召民众响应捐血 对我们其实已经为期两年 然后跟这个捐血活动一起响应 那我们捐助两人同心的免费券 也是希望民众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实际行动来捐赠这个爱心 两人同心的免费券 我们主要还是以公益为主 那一方面是我们在这个万华区已经算是就是还蛮有名气 那其实有蛮多里面都蛮喜欢我们的餐厅 那也希望就是大家这个里面呢 可以借由这样子的公益活动 多多来我们餐厅走走逛逛 然后吃吃喝喝 这样子捐血的同时也可以补充体力 饭店业者结合地方商圈 积极推广公益活动 不仅打响饭店与商圈的知名度 更吸引民众晚秀一起捐血做公益 捐血有爱心 赞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道